現在小小郭這個 好像大家都滿超玩的 對 你看那個不死鳥 這樣子好了啦 那個小小郭 你來我一定選你好不好 錢偉娟接全明星 三連八關鍵是她 推肯郭洪志參戰 一定選你 我們這個節目這麼成功 不過也就是 大家的討論度這麼高 所以我也要去接受 跟包容這一切 對 那只是說 在包容的過程中 我今天也是老師啦 所以那些裁判都是她的學生 對 對 對啦 錢寫草都有用啦 錢寫大聲就有用了 還有啊 大家學完 我批背中 他有心裡想說 我這邊怎麼解釋呢 我在想說下次那個 麥克風不可以 我小聲一點 可能會好一點 其他人要躲啊 要躲 要閃啊 有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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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用力 太用力了 一 二 打開 再丟 關心 全民心三在喉召聲中落幕 錢捷CP也跟萊克喉躺囉 藍隊這回團魂大爆發 三度拿下總冠軍 而贊戀雅的小潔 因此傳出第四季不錄了 我覺得藍隊真的是開低走高 對 我覺得我們是有點像 鴨子滑水 對 慢慢的這樣子等著我們前進 然後到最後 我們在總共看看 幾乎是完全一個大爆發 對 首先第一個關鍵點就是 我們確認我們的隊長 這件事情 那其實從第一集的賀軍翔 賀曉銘先生 到最後一集的他 你知道真的 那個落差有多大嗎 我們一開始覺得 這個人怎麼藕包那麼重 然後那他又不是那種綜藝他 所以他比較 比較害羞 會羞辱對人家這種 馬迪賽這種 所以後來我也是佩服 我自己選到了一個無尊 真的是無尊 也讓他卸下蠻多的心 哦 一選完隊長之後 哇 他整個人又不一樣 他突然有一點那個 就是那個責任感 擔心的擔心 到底紅隊的問題 對小潔來說 你硬要好像把我跟他 跟我做一個比較 我覺得 真的是不是太公平 因為畢竟我覺得 我做教練的時間 其實是比較久的 小潔真正做教練 是從全明星運動會開始 如果這樣說的話 他這三集來 他進步的有多神速 所以我才說 最佳進步獎 應該要頒給他的 那千姐 你該不會拉放天腿吧 如果他真的要做 不是 因為你知道這個也是很尷尬 他這樣子也是很煩 我們這CP 你這弄的是怎麼樣 那我要重新再建立嗎 他也是很尷尬 如果繼續當衛冕者 不是很好嗎 如果真的 第四季 我被打敗了 大家不是很爽嗎 有什麼理由 讓他不要來第四季 也不知道結果 我們就要繼續看下去 姐 看到那個郭宏志 郭宏志 有任何的威脅過程嗎 因為他來觀察中嗎 不是啊 他就穿著短袖 入圈那麼多刺激 是想嚇死誰啦 但是我一直覺得 他應該要來當選手啊 選手 又要招了嗎 因為你知道嗎 小潮是專業選手 不是 我是 他那些紀錄 我覺得真的是 你要高悬在那邊 要多久啦 專業的來了 交給專業的吧 這次小店部 這一組 郭宏志 郭宏志 直線 超妖精 追得上去嗎 閉進了 閉進了 超妖精 想嚇死誰啦 今天小小坡這個 好像大家都滿敲玩的 對 你看那個不死鳥 這樣子好了啦 那個小小坡 你來我一定學你好不好